小新妮妮封建阿呆和郑南这五个小孩竟然成为了警局中的见识人员 那么他们能成功帮助办案的警员破坏案件吗 春日部博物馆举办特别活动 展出小饼干王国的宝藏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但是在开馆之前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松板跑过来对大家说这次展出的镇馆之宝 黄金小饼干戒指被人偷走了 很快警察们便来到了博物馆 园长高仓与小新的爸爸广志竟然化身为警察参与了这次的调查 不久之后 警局见识科的五个见识员小新 妮妮 封奸 阿呆 郑南也来到了案发现场 这几个人立刻开始各种调查取证 小新看了看现场便毫无根据地指着高仓说他就是盗贼 这让两个警察很无语 他们可是警察 怎么会变成盗贼呢 接着小新又让小白出场 将小白当成了警犬用 很快 狗狗小白便在现场找到了一块吃了一半的小饼干 高仓去询问第一个发现现场的工作人员松板 松板告诉他 自己是在检查会场的时候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 然后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跑了过来将自己给撞倒了 手臂还受了伤 遗憾的是自己没能看清那个人的真实面目 在高仓等人询问另外两位博物馆工作人员吉永宇上尾的时候 几个见识科的孩子也一个个冒了出来 并提出了自己的疑点 怎么一个一个突然冒出来啊 嗯嗯 经过对博物馆其他工作人员的询问 警察们得知在展览的前一天 曾经修馆一天 专门检测防盗系统 为了测试展览戒指的展示柜停电了大概20分钟 检测的时候戒指展示柜是开着的 检测完成后 展示柜便关闭了 检测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小新等人将三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以及两位警察带到了海边的一处断崖 并告诉他们 小偷就是三个博物馆工作人员中的一个 但松板却认为小偷是撞倒自己的那个人 妮妮却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 毕竟除了松板没人见过这个人 可是如果有人以这么快的速度跑出去的话 另外几个孩子还拿出了遗留在案发现场小饼干 还有一块小鱼干 而这块小鱼干是松板吃过的 经过鉴定 小饼干与小鱼干上面的口水DNA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小饼干是松板遗留在案发现场的 其实黄金小饼干戒指在展览的前一天就被偷走了 而偷走他的人就是松板 松板的伤也是假的 面对证据他只能说出真相 原来在展览的前一天 他趁着检测防盗系统 展示柜打开之时 偷偷将小饼干戒指拿出来戴在自己的手上 无奈怎么都拿不下来了 而展示柜马上就要关闭了 情急之下他只能将一块小饼干放到展示柜中 第二天早上 他偷偷关掉店员 打破了展示柜 谎称有人偷走了黄金小饼干戒指 这才引来了警察们的调查 案件终于结束了 小星等人的故事也讲完了 原来这个案件就是小星等人编出来的一出戏 想要在原游会的演出来 很可惜所有的老师都反对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美护给老公广志准备的豪华便当 竟然被他落在了家里 那么外出工作的广志 中午会不会饿肚子呢 早上 广志上班离开了家 美护便电话与好友联系中午一起聚餐 放下电话之后 美护才发觉大事不好 因为早上给老公广志准备的便当 还留在玄关那里 今天的便当食材丰富 是美护难得做出的豪华便当 美护准备外出跟好友聚会 所以顺便将便当给广志送过去 小星也跟妈妈一起出发了 午饭时间到了 当其他同事外出吃午饭的时候 广志开始寻找自己的便当 但却怎么都找不到 此时广志才想起自己的便当 应该是落在家里了 为了填饱肚子 广志只能跟其他同事一样外出吃饭 但粗心的他忘记带手机出门 导致美护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奇怪 没接电话 美护只能将便当送到公司的前台 拜托前台小姐将便当转交给广志 广志到外面吃饭 发现几乎每一家餐馆都在排队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不用排队的餐馆 广志却因为手中的钱太少不得不离开 广志终于找到了一家汉堡店 准备简单吃个汉堡 没想到遇到了前来就餐的两个女同事 因为之前广志跟他们吹嘘说 中午可以吃老婆准备的爱心便当 所以见到同事时 他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来吃饭的 还把自己想要站的座位让给了两个女同事 离开汉堡店之后 广志在街道旁看到了一辆餐车 他准备买个便当来吃 没想到刚轮到自己时 有交警来贴发单 老板只能赶紧将餐车开走 便当算是吃不上了 餐车开走后 广志发现了街道对面的美户 小新以及小葵 小新告诉广志 自己跟妈妈是来给他送午餐的 便当已经放在公司了 广志非常激动 快速跑回了公司 但怎么都没找到便当 此时 他的同事窗口将便当的袋子拿了出来 但里面便当已经被吃掉了 原来美户来公司给广志送便当的时候 遇见了窗口 他请求窗口将便当交给广志 并嘱咐说如果广志吃过午饭的话 窗口自己可以吃掉这份便当 窗口以为广志外出吃过午饭了 所以便吃掉了便当 还夸赞美户的手艺很棒 看着空荡荡的便当盒 广志难过地哭了起来 看来中午他只能是饿肚子了 五岁的小新竟然成为了一名棒球选手 进入棒球队跟其他人一起训练 加入棒球队的小新又会闹出什么状况吗 在一支棒球队训练的时候 教练向他们介绍了新加入的队员 这个队员就是小新 小新自称是天才棒球选手 但看到年龄如此之小的小新 大家还是震惊到无语 教练向小新介绍了队伍的拳雷打选手 中村因为他很能吃 所以外号叫做再来一碗歌 中村带着小新来到训练场地 大家都在这里训练 而小新却像是一个教练员一样 对队员们的训练指指点点 不仅如此 小新对于在旁边喊加油的 啦啦队中的小姐姐很感兴趣 对于训练小新总是漫不经心的 甚至没办法按照规则去打球 大家都担心小新这个队员会有问题 但是教练却很自信 因为他知道小新是上累率百分之百的选手 棒球比赛开始了 小新所在的队伍在开始的比赛中 一直处于下风 眼看就要输掉比赛了 教练准备换人上场 这时候的中村自信心十足 认为教练一定会排自己去救场 没想到小新自告奋勇想要上场 教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中村有些不服气 便去向教练询问 为何会派小新上场 教练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安静地看比赛 赛场上 对方队员扔过来球的时候 小新没有动 这算是坏球 小新对于对方队员用蛮力很是生气 场外的观众也觉得 对方球员对小孩子用如此蛮力是不行的 没办法 对方的发球队员只能减小发球的力道 但一次次的发球 小新都是窥然不动 以至于一直是坏球 教练之所以让小新上场是有道理的 他坚信只要小新不挥棒 那上累率就是百分之百 对方是打不出好球的 是小新竟然挥棒了 当然毫无疑问的没打中球 对方算是好球 虽然教练一直大喊让小新不要挥干 但小新根本听不进去 为避免比赛输掉 中村终于被派上场了 这次一定 一定要打出去 中村上场后便意外地打出了拳雷打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中村觉得是小新让自己以放松的状态来打球 获得了胜利 所以他非常感谢小新 不得不说在很多时候 小新真的是吉祥物一般的存在 身为小姨的梦户来给小葵拍照片了 但是他却怎么都没法跟姐姐美护那样 拍出小葵最可爱的一面 那么美护给小葵拍照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美护正在家里逗小葵玩耍 这时候妹妹梦户来做客了 原来梦户家里的米都吃光了 这次是来找姐姐美护借白米吃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 梦户自告奋勇给小葵拍照 小新得之后也想要拍照 好在美护用临时将小新制开 美护开始对着小葵拍照 梦户一连拍摄了很多张照片 自以为拍得很棒 但美护却觉得很普通 没有把小葵更加可爱的一面给展现出来 普通?普通什么意思啊? 美护拿出相簿 里面都是自己给小葵拍的照片 每一张都很鲜活灵动 把小葵最可爱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不服输的梦户准备再拍一遍 小新在旁边充当摄影助手 这次拍出来的照片虽然好了不少 但依旧没能跟美护一样 拍出小葵最可爱生动的一面 美护告诉梦户自己给小葵拍照是有秘诀的 为了得到秘诀 梦户不得不在小新家中做家务 带小葵 就算是小葵睡着了她也不能休息 还要继续做家务 虽然梦户很累 但还是在美护的指挥下不停地做着各种家务 不断地照顾小葵 梦户觉得美护是得寸进尺 尽管自己做了很多家务 但她还是不肯将拍照的诀窍告诉自己 梦户也开始生气了 这时候美护让梦户再拍一次照片看看 而且在拍照时将小葵想象成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孩就可以了 这就是自己拍照的诀窍 半信半疑的梦户按照美护所说的诀窍 再次开始为小葵拍照 这次梦户拍出来的照片要比之前好很多 也得到了美护与小新的赞赏 但其实美护之所以能拍出小葵最可爱的一面 是因为她知道小葵喜欢帅哥的照片以及各种珠宝 用这些东西哄着小葵就能让小葵展现最可爱的一面 不过这个诀窍自己是不会告诉梦户的 梦户这次算是给姐姐当了一次工具人 被使唤了半天 也让她明白做妈妈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就是我们再次来晚安